春夜喜雨 说了好多次杜甫是吧 今天我们终于启会一首他的诗 叫春夜喜雨 唐代的唐杜甫 请你读一下好吗 好的 好雨之时节 当春乃发生 随风前入夜 润雾细无声 野净云聚黑 江船火独明 小看红石 红湿处 花种景观城 景观城是神都的 你怎么知道神都的 我刚刚告诉他的 小看 他说那个 潜入夜 我一说是多潜 潜湖 潜水 随风前入夜 勇气无声 你感觉这首诗是一个 开心的诗还是伤心的诗 这是杜甫的诗里面 很难得有一首比较高兴 就是比较 叫什么安心的一首诗 他说好雨嘛 就是正好是春天 特别好的雨 那个雨 春天该下来 他就下雨了 就是当春天来的时候 他就下雨了是吧 随风前入夜 就好像是悄悄的 就好像是悄悄的 你头一天晚上下一个 睡觉之前 还没什么事呢 啊 晚上你睡着了 他随着那个春风 开始哗哗哗下雨了 润无戏无声 就是它滋润着地上那些小草啊 对吧 树上那些弄牙呀 但是它是悄悄的 对吧 好像是轻轻生生的来滋润着大雨 天地 夜静云聚黑 就是遥远的野外 然后呢 天 都是黑的 云 因为下雨天通常都是乌云嘛 嗯 只有江上的船 船上有一些点的小灯火 嗯 它是亮的 啊 早上起来一小 就是早上了 一看 哇 好多花都开了 嗯 花种景观城 就是整个成都 嗯 城里的花 我听完 我听完这首诗 我也知道我该画什么了 真的呀 好的 画一幅春夜喜雨是吧 不是 好的 就是坐着船看着很多花 是吧 嗯 嗯 你看他也是一个幽博幽民的人 人格高尚的人 对 这让我想起来 后浪3.0还是2.0为一个版本 有些人可能会坐十几个小时飞机 嗯 花几千块钱 几万块钱 就看几分钟 某副繁高的名画 嗯 拍张照片晒点朋友圈 但是对身边的那些 嗯 坚持理想见识艺术的繁高 嗯 事而不见 对 或者吃吃一饼 或者是 视为粪土 对 哎 所以真的是 这个 杜甫 我们今天了解一下杜甫好吧 他也是唐代人 对 然后他的老家其实是河南人 对 他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就是跟李白不太一样 李白他总是写什么 飞流之下三千尺 一世银河落九千 就是写一些比较 嗯 不可能发生的 是假的 是吧 就是想象出来的 对吧 对 有些是景色 景色 感觉 对 对 就是那个像吗 不是真的感受 对 感觉 对 梦幻 杜甫呢就是会写一些现实当中 嗯 杜甫他有一句特别有名的诗 叫做 安德广煞千万间 大币天下寒室聚欢颜 意思就是说 什么时候才能有千万间的房子 然后呢 让天底下所有没有地方住的人 一些苦受苦受难的人 都能够得到一处庇护之所 让他觉得能够安心开心 嗯 所以他一直是就是说 关注他身边那些受苦受难的人 所以他的诗通常就是比较的忧郁 因为他总是看 就是说啊 大家没有得到好的保护 还有好多人在吃苦 这终于有一个稍微开心点的 对 然后这个诗是为什么呢 你看他幽默幽名人格高尚 宝金颠沛流离之苦 就是说他也是一会儿到这里一会儿到那里 没有一个安定的居所 是的 对 然后呢 在这段时间759到766年 这时候他应该40多岁的时候 在一些朋友的帮助下 暂时得到了安定 然后呢 就住在成都的宦花草堂 然后面对天府之国 天府之国就是成都那边的景色 然后呢 他就写了这首诗 现在有杜甫草堂 就是当年他住的那个地方 看一下 你还记得这里吗 杜甫草堂 嗯 嗯 不记得了 我又又又不记得了 咱们还记得玩的 哎 这就是他当年 让我在脑子里摔倒一倒 好的 摔等一下 那这个草房子就是 传说中他当年住过的那一草房 那肯定不是当初的了吧 对 就算在原址它也是修 修缮过的 不可能当时住的就是这样的 当时可能是各种 就几十年前的各种破坏的 你可以回忆一下 想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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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甫草堂 好 想起来了 所以当时如果你读过这首诗 体会过这首诗的话 你在去那个地方 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对吗 嗯 好的 这就是春夜洗雨 杜甫草堂 杜甫草堂 后面我们再学更多 关于杜甫草堂 写的诗 好吗 嗯 下午的午餐 我们一起开始 Peace 谢谢